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 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五,歡迎收看 這些郵票是提醒又塑代原住民兒童 在由聯邦政府和教會建立的學校中承受的恐懼 孤獨、痛苦和恥慾 聯邦政府在2021年起將每年9月30日 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定為法定假期 卑斯省就在今年將這個日子定為法定假期 在安省就仍然不是法定假期 不過根據Lagier的調查中 只有15%的人表示他們會積極聆聽原住民 談論他們的問題 12%的人將會與家人和朋友就這一日 談論相關議題 超過一半的加拿大人表示 加拿大有更大的社會問題要解決 但也有65%的人同意他們理解 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對於家國原住民的重要性 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在2015年發布了94項在兒童福利、教育、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行動呼籲 目前只是實現了13項 預計要到2065年才可以全部實現 全國真相與和解日之所以又稱為橙三日 是因為1973年年僅6歲的韋伯斯塔 到一所寄宿學校的第一日 他被強迫脫下的一件橙色衣 這些寄宿學校由聯邦政府出資 由宗教機構營運 當中有很多兒童遭到肢體虐待甚至性侵 並被迫洗腦 忘記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 民眾為了聲援原住民 會在橙三日穿著這種顏色的衣 或者在襯衣上別上橙布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吵襲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吵襲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言證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他們的花旗參 是百分百加拿大安省種植 中一自保養顏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十一年 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執政的卑斯新聞主黨 將會在下星期開始的 省議會秋季會期提出多項議案 並指將會優先考慮卑斯省的房屋問題 卑斯房屋廳長兼議會領袖 本山已經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取得重大重展 但迅速增長的人口 加上高利率的影響 令問題變得更複雜 房屋危機正在嚴重損害民眾的生活 因此省府會在今年秋季 採取積極的行動應對這些挑戰 並更快地為省民提供更多住房 根據省府的聲明 政府將會推出多項議案 包括透過改革分區政策 和建立積極主動的夥伴關係 為中等收入人士 提供更多可負擔的小型多戶房屋 例如城市屋、媽屋和三連屋等 允許省內每一個社區 建立第二和地庫套間 加強短租的執法工作 並將更多長租單位帶回到租屋市場 加快城鎮和省級的建屋審批速度 以降低成本、消除不必要的延誤 從而更快地興建更多房屋 以及在交通便利的地區 建造數以千計的新屋單位 並在輪近公共交通樓樓附近 設置各項服務 而打造根據活力的社區 另外會討論的法案包括 改善緊急本領、支援罪安受害人 更新國際職業資格認證 以便更多人可以在自己選擇的職業領域中工作 以及進一步出眾和原住民的和解 Southern Vancouver First Realty 地產服務 不單止專業,而且很廣泛 無論是現樓買賣 最新的樓花項目 或想出租物業 我們都有出色的團隊幫到你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覆蓋大溫各個城市 我擁有30年多的豐富地產經驗 任何地產問題都可以聯絡我 我是Edgar 生宋先生 香港的電話是9163-8311 溫哥華的電話號碼是604-813-8311 架佰 汗 汗 咳 ink 由今個星期日開始,大部分公路實施載客車輛要用冬季輪胎。 合規格的冬季輪胎必須有原廠的M加S標誌, 或者有一個山滑雪花的標記。 胎紋深度不可少於3.5毫米, 而超過12噸的商用車輛就要帶備雪鏈。 措施將會實施至明年3月31日。 在山區公路和容易積雪的地區,措施將會延長到4月30日。 必須使用雪梯的公路,包括高貴哈拉公路、 3號公路、還家公路和海天公路等。 需要使用冬季輪胎或安裝胎鏈的高速公路, 都會樹立標誌,並會有執法部門人員監察。 為例者可被罰款121元, 並被當局遣返或拖車。 而商用車輛沒有雪鏈就會罰款196元。 另外,在熱門滑雪地點衛斯勒克梭山, 在山上的監視鏡頭可以見到 從前一開始已經落下了今季的第一場雪。 如果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 鋼瘤、鋼裂、鋼裂、鋼洲隆重等。 創始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 在香港,將個弟弟從出生養到17歲, 據說要500萬港幣, 而在上海,據說要102萬人民幣。 在加拿大,據加拿大統計局的研究顯示, 一個四人家庭養育一名子女到成年, 開支大約是30萬元, 即是差不多180萬港幣或者160萬人民幣, 便宜了很多。 所以在香港有小孩的人移民來加拿大, 是有著數的。 統計局的報告分析, 2014-17年的數據, 一個有兩名子女的雙親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即是年收入介乎8萬3千至13萬5千元之間。 養育子女到18歲之前, 以2017年的幣值計算, 每名子女要29萬3千元。 如果只有一個小孩哥, 父母可能會寵愛得更多, 所以費用會高大約20-38。 如果有三名子女, 每個人就會低8-15。 低收入四人家庭, 養育子女的開支就大約是23萬8千元。 高收入的家庭就會達到40萬元以上。 如果計算子女和父母同住到22歲, 每個人需要多額外6萬8千至11萬7千元。 養育子女到22歲的開支中, 以居住佔最高比例29%, 其次是交通運輸20%, 食物佔17%, 托兒和公書教學排第四14%, 衣和健康護理都低於一成。 溫哥華明天9月30日, 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日間天晴, 氣溫最高16度, 晚間天清, 氣溫最低8度。 一批露宿者, 兩個月前, 他們聚集在萬錦市Berryville附近的highway7公路 和407公路之間的陸地。 經過530的報導, 市政府找到這塊地的真正業主, 安省基建, 然後進行清理。 露宿者走了, 大批垃圾雜物也沒有了, 令到周圍的居民安心不少。 但最近, 又有列治文山市的居民發現, 露宿者又回來了。 而且, 還對走近看他們的居民, 展開最終, 最逼, 令到居民更加恐慌, 迫切希望相關部門再度出手政治。 在前次清理行動中, 出過力的華人居民Kenny就說, 她沒有想過, 安心的日子過不了兩個多月, 那些露宿者又不會回來, 而且這次還出現了, 可能會危及人身安全的隱患。 她描述那個事發經過, 她說, 21日, 晚上7點左右, 她有一個朋友放工回家, 順著HV7南側的行人路向西走, 在快速走到Berryll的時候, 她注意到, 馬路南側的草地上, 出現了一個帳幕, 她朋友很奇怪, 為何經過政府部門清理之後, 又會再有露宿者出現呢? 於是, 她走近帳幕, 同時大聲問, 有沒有人啊? 接著, 帳幕裏面, 跑了一個西人男子出來, 她滿嘴粗言畏語, 要她朋友馬上走開, 看到對方來勢空空, 她朋友嚇到, 馬上馬路, 急急便走回家, 跑了一段路之後, 她朋友突然心血來潮, 凌轉一望, 哇! 立刻到毛骨爽然, 因為她看到那個, 在帳幕裏面出來的男人, 就跟在她後面, 沒有多遠, 她慌亂之下, 立刻跑過馬路, 差點被駛過的汽車撞到, 過了馬路之後, 她朋友以為自己安全, 怎知發現那個高手的男人, 還是陰魂不散的, 跟著她過馬路, 她馬上馬上走入附近的Viva車站, 而那個男人, 亦都快步跟著, 向車站走過來, 她朋友馬上坐車站的電梯, 上到Berryll, 之後看回地下, 看到那個跟蹤她的男人, 亦都走去車站, 分分鐘都會坐電梯上來追她, 她朋友更加害怕, 於是, 立刻跑步, 走向路口北邊的柏門大廈, 上氣不接下氣地, 跑到柏門的入口, 好, 再見不到對方追過來, 這樣她才鬆一口氣, 對於她朋友的遭遇, Kenny感同身受, 她說, 我每一天, 上班、下班都在那裏路過, 還有很多其他居民, 現在聽了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不安全, 擔心遲早會發生人身傷害事件, 就算沒有這些事件發生, 如果不及時清理的話, 也會越來越多露宿者, 再次聚集在那裏, 衛生環境也會是一個大問題, 她希望萬錦市政府和省政府的相關部門, 再度關注這件事, 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 同時她亦呼籲附近的居民, 要遠離Berville以東, Highway 7公路以南那段路, 避免和老宿者發生難以預料的衝突。 統計局今天公布, 加拿大經濟在7月份停滯不前, 並預計8月份有些微的0.1%增長, 道明銀行經濟報告今天指出, 主要的啟示是, 今年加國受到多項特殊因素衝擊, 因此很難分析經濟活動的趨勢, 經濟放緩, 預料央行下個月可能會按兵不動, 關鍵是在9月份的通脹數據。 至今為止, 歸到本地生產總值GDP, 預計受到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左右, 包括4月份聯邦工人罷工, 6月份影響油田生產野火, 7月必施省港口工人罷工, 破紀錄的野火活動, 以及其他天氣活動, 以及一次性政府發放的雜貨退稅。 利滅衝擊大部分影響已經消散, 除非發生任何進一步的一次性事件。 否則未來幾個月的GDP成長應該更容易預測。 從杜韻最近發布預測中, 對第三季GDP有溫和的1%增長, 但仍然存在下行風險, 這個遠低於加拿大央行的1.5%預期。 今日消息最終降低了對下個月央行再次加息的預期。 市場已經將下次央行會議加息的可能性 降至35%。 杜韻說, 央行必須在成長貨門的背景之下, 與8月份新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之間取得平衡。 特別是加拿大央行的核心政策之下。 杜韻預期, 央行仍然會保持警惕, 需要看到更多的經濟降溫證據, 然後才放心, 袖手旁觀。 下個星期, 就業和薪酬的數據, 以及下個月公佈的9月份通貨數據, 將成為值得關注的兩大關鍵指標。 這些指標將為加拿大約行在10月25日, 下一次政策決定提供信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今天再次敦促印度和加拿大合作, 將殺害尼解爾的兇手承之於法。 布林肯證實, 他在星期四和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會面時, 已傳達了這個信息。 著名石黑教訓尼主義者, 加拿大公民尼解爾在溫哥華被槍殺後,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曾經公開指責 印度政府是和這件事有關。 布林肯說, 自從杜魯多這個月較早, 在加拿大眾議院公開了這些指控以來, 美國就一直就這個指控, 與兩國保持密切的聯繫。 不過, 對於這件發生在溫哥華的謀殺案, 聯邦國會的反對黨反應就好像很冷靜, 完全不像認錯烏克蘭老兵做英雄那件事件一樣, 那麼熱烈和激烈。 被指是香港近年涉及最多款項和最多人被騙的, 香港虛擬貨幣交易JPEG案, 警方的調查工作, 現在開始接觸到核心人物流。 但警方相信, 有一些核心人物已經外逃海外。 而在這個星期二和昨天, 香港警方和澳門警方聯手, 一共拘捕多四個人。 警方相信, 有人是透過賭場進行洗錢。 在澳門被捕的兩個29歲香港男子, 有一個人姓盧, 澳門司警在他住的地方, 找到600萬賭場籌碼, 手錶和現金7萬元。 在另一個姓何男子住的地方, 找到50萬賭場籌碼, 並且凍結了他有300萬賭場戶口。 澳門司警也凍結了另一個再逃目標男子賭場戶口的520萬。 而香港警方方面, 在星期二和昨天, 就搜查了六個目標單位, 在其中一個單位裡, 拘捕了一個28歲姓鄧的男子, 並且找到88萬現金和兩隻手錶。 又發現了大量被碎子機碎過, 被火燒過, 和似乎是用漂白水浸過的文件。 警方在另外的三個目標場所, 就檢獲總值870萬現金、金條, 和名貴手錶。 拘捕了一個28歲姓黃男子, 並且檢獲大量的相關文件, 包括有JPEX字仰, 未經信用卡公司授權的VISA卡。 警方在行動裡, 發現有人將大批文件消毀, 文件數量之多, 逐足兌滿了一個浴缸。 警務處助理處長鍾永敏說, JPEX案是近年涉及受害人最多, 牽涉到金額最大的騙案。 一直到現在, 已有2417人報案, 牽涉到的款項超過15億。 對於已經外逃的核心人物, 警方現在已知道他們究竟身處何地, 將會透過國際協作緝捕有關的人等歸案。 警方高度重視案件, 並且動用刑事部所有資源, 包括商業罪案調查科、刑事情報科、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以至毒品調查科及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參與調查。 為了更加有效整理及分析, 在調查中獲取的大量數據及資料, 警方亦都啟動了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 即是傳媒有時會形容為超級電腦的系統進行調查。 警方現階段的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有兩個, 第一,是找出JPEG詐騙網絡的幕後主腦。 第二,是盡全力追截裝款。 我現在報告一下調查的進度。 其實,截至今個星期二, 警方其實已經拘捕了參與詐騙網絡的14個人。 他們大多數都是與JPEG串連的場外找換店, 即是OTC的負責人及職員。 經調查後,警方已經鎖定JPEG詐騙網絡較為核心的人物, 並且在今個星期二至今個星期四即是昨日, 也即是26號至28號, 連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 警方經過調查這宗案件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重點是追蹤JPEG用來收取受害人, 投資加密貨幣所用的電子錢包。 希望能夠追蹤資金的流向, 以及盡快攔截騙款。 在這一方面, 我們警方除了已經密切和多個海外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進行情報交流。 亦都在很多受害人的口供裏面, 我們在資料上, 他們給了很多有關這個集團的電子錢包, 讓我們去識別和追查這些方向, 令到我們可以繼續攔截騙款。 在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是遇到一定的困難的, 因為除了犯罪集團, 他們已經將很多的文件和一些資料銷毀之外, 涉及的電子錢包, 其實真的有成千上萬個。 而當中接案的交易更高達數萬次。 但是外於加密貨幣、電子錢包, 他們本身的匿名性的特點, 即是在交易的時候, 其實買賣雙方都可以隱藏他們的身份, 不透露他們的個人資料, 令到我們在追截騙款和調查上, 是有一定的困難。 香港中秋節晚上, 維多利亞公園的彩燈會, 吸引大批市民到場觀賞。 傍晚約六點半, 維園已經擠滿人, 很多人高舉手機打卡, 有家長帶子女參與彩燈會。 小朋友王靖瑜說, 牆內的花燈很漂亮, 還在花燈旁邊玩騰騰轉。 另一位市民王太說, 看完花燈之後, 打算去看大坑沒有火龍。 又提到政府近期推出的香港夜奔婚活動, 令她出多了夜街。 現在, 讓我們一起感受一下, 香港維園中秋的盛況。 每天都一整個景色。 這裡的遙遠都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最漂亮。 這個我們剛剛在玩騰騰圈。 我帶了這個鴿花燈籠, 我那個是紫色的, 那是粉紅色的, 那是粉紅色的。 兔仔燈籠, 中秋節最傳統的燈籠。 我打算六點多鐘來到 看完七點就入大坑 看沒有火龍 或者去利東街八點半 又沒有LED龍 順便吃個宵夜就回家 我就比較少出夜街的 但是呢 例如昨晚我都去了看戲的 看完戲吃夜街 你覺得夜蜂會否令你多出夜街 會 過兩天有國慶煙花 那就會出多一次街 今日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下個食記再會